大家好我是DK 欢迎收看DK全老教育打造胜利方程式 今天是周五 没有错 小周末又到了 今天是7月26号 这个联放两天 这凯米强台 撞神山台积 贵买援军底部抵抗 这不是贵买指数底部 就是很多中小型的股票在底部 我有看到一些端倪 有一颗红准 震达 贸笛 以胜 光环 这里面有几档股票 DK已经稍微有解码了 这个不解码不行 为什么 来到我的规划表里面 他就要解码 至于属于你的规划 跟你的资金控管 要不要解 那看你 每个人的成本不一样 可以承受的压力 也不一样 我今天后面等一下 大家要介绍一些股票还蛮多的 这边我先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 这个山区还有这个雨时还是没有停 稍微大家留意一下 虽然连放两天我知道灾情有点严重 尤其是中南部的淹水 还蛮不轻微的 好 这个早上 分享一下我的讯息 这个讯息我早上写7月26号早上 我写人算不如天算 开盘前我这边就写 我今天预估开盘可以跌700到1000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去分析这连续两天中断的国际盘 第一个晚上礼拜三的晚上 每股的个股都跌蛮重的 尤其是特斯拉 AMD跟辉达也都跌的蛮重 昨天也不过小反弹 弱势的还继续弱 所以我估算了一下 包括台积电的ADR 他的低下盘没有开 但是我大概算了一算 台积电也有机会接近900 然后700到1000 为什么要估700到1000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就要包掉300到500 我是这样推的 没想到今天开盘的时候 最低有来到915 915 这个等一下图我跟后面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礼拜三的时候 我估计说慢慢走 我纯粹一测 请大家注意安全 没想到来得快去得快 没想到这来一来 一下就把台湾包起来 然后连放了就两天 因为他的走势刚好卡一个 我算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我觉得会卡一个上班 卡一个下班跟卡一个上班 就是隔天的下班跟隔天早上 真的果真如此 那也好大家放假也就在家里 只是说这个磐式的中段会影响台股 好我这边左下角我给大家看 我说我拿得出单子 我今天就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部位口速我就不要跟大家讲 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21500跟22500 一个是9月一个是8月 我的买进的成交均价在这里 好不好这次我 不方便露得这么细 今天来到950 9月 9月 现在才7月8月还没来 这个原本输钱的便翻证 杀下去吗 今天的台子隐含波动力相当的高 创了4月份那一次盘中千点的高点突破去了 在这个隐含波动力的过高 跟大家极端的恐惧之下 因为今天跳空 台积电我有看到一些新闻 什么大家在山顶上用零股 什么用存的 户数破了多少又多少 看到这边我其实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风气会变成这样 我老实说就跟ETF一样 ETF是封闭型的基金 我们以前做共同基金 开放基金一样 我们存这些基金类或台积电类股 或金融类股 我们都是从跌开始存 不是往上喷涨才开始存 这一点我要提醒各位投资人 我不知道这些网红或者一些社群 怎么教育大家的 甚至是ETF 那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我老实说够多 投信要赚钱一直发 那个跟股票真的是差太多了 好那个我们往后慢慢再聊 再来我这边写 放假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可以散开跌 我说刚好错了 刚好错了 一次补给你 我们做盘没有侥幸心态 来台积电 这个下来以后啊 我之前画一个黑K 我不拿掉了吗 然后我画了红K 但是我的虚线一直在 因为我一直有模拟过来到850左右 今天最低915 我说我模拟而已 老大哥你看看听听就好 你不需要来 因为我知道你大象动起来是很灰尘很大 所以连带今天贵买指数今天也跌的蛮重的 尤其一开盘的时候跟着刷下来 量跟着带出来 还好还好最后 虽然只有4600多亿跟1000多亿 贵买只有1000亿 但是其实很多股票有杀住 有杀住 我原本开盘预计就是今天就是 如果要照国际的风向跟所谓的个股的表现 今天一开盘倒下去 我们就一路破千 我本来是这样模拟的 我这样模拟就代表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怎么做了 怎么来我怎么做 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是我交易的态度 好这个850一样画在这 我们希望这900大关 清一下就好 好不好 再聊一下这个鸿海 全职股我们不要讲太多 鸿海 哇这上礼拜我有讲到一个市场的标题 大家都在那边抢鸿海接鸿海 我说他真有魔力 讲到鸿海真是有魔力 大家都想买 这边际效应开始剃检 为什么200越来越远 今天跳空我上礼拜接的 我不知道你是做短还是做长 还是接到刀子 我有讲 我不做我不操作鸿海 我也有讲 为什么 因为我说他吃指数 记得在一个多月前我录一个节目啊 就想说网友喊500开开心心 我真的有时候就是说 我心里有个OS 我不好意思讲 还真的完了耶 不要处于兴奋 怎么会有人喊500 那时候也不过就在这里而已 你可以 所以我就说你慢慢来 当你喊兴奋过头 我上礼拜还有看到社群的人在喊什么500 我跟你讲 市场有时候就是被这些集合高垮 我没有说谁 但是你要去闻那个气氛 当你兴奋过头 怎么会有东西天天拉天天涨的呢 那如果这样大家不是进来做的 还上什么班 这个有时候要留给大家思考 当你闻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或许你可以稍微警觉一下 我没有看空 我再讲一次我没有看空 但是他不会一直拉 这个不是幅度吗 这也是幅度 我说过引起我注意大概在180以下 包含180还没来 今天191 上礼拜接什么190什么 我有看到一些很可爱的标题 什么你的恐惧就是我的 你怎么笑投资人恐惧 有时候我都觉得这些网红真的也很好笑 不了解散物 不了解一般投资人 投资人有时候已经很无助了 不要写那种样子 什么我怎么样又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点好笑 对我来讲就是 你不了解真的投资人的心情 好吧我说这个怎么每次都这样 一喊完500真的掉下来 那时候就像台积电那个新闻 一大堆就觉得我们1000元来存台积电 很好 你去思考 好不好现在回头来看 你到底要哪里开始存 老实讲850我都还不太想存 这样可以吗 就吃指数如果大盘要崩跌 这些都要拿来杀 我没有说一定要崩跌 好不好我只是这样 以防万一做交易没有什么决绝对对 跟什么大进大出 好像你多准 盘会动资金会流 大进大出抓转折这件事 我一向听起来我一向不屑 你是拆对还是怎么样 你不然你出来抛头露面也很奇怪 好不好我说打钉代表抵抗 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是要用时空慢慢来推进来看 来看这个资金的供需是怎么走 不是今天一打钉我们全力做多 如果今天这个打钉量突破到1500亿 我搞不好信心还强一点 没有 还不够 我上礼拜跟你说钱没砸出来 我今天看到钱砸出来 但是只有一咪咪 而且他们都是减便宜的那一批 没有力道还有推动整个族群往前 这个盘的风险还在还会有风 来节目跟LINE群组分享 今天这个居然有红的不只一两档 当然很多次上礼拜吹下来弱势的反弹 那不管至少他并没有连续重挫 崩盘就是连续重挫 我相信崩盘这两个字最近会出来的 不断的慢慢出来 我就问一句话 如果真的是崩盘 你准备好了吗 你不要怀疑啊 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万二两万 跌两千还有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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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经跌掉700多 现在再跌两千还有两万 对你没有听错 这些指数这么肥沃的上来 是到底拉谁 我知道是拉广达 联发科台积红海啊 但是其他股票会不会受一些伤 会 如果你买的中高中高或者未接低 连未接低都可以跌 10% 20%甚至快30% 难道你就不处理吗 那也不是 那你会说我现在来终于跌了 我们来接 你要确定呢 我就跟你说跌两千还有两万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跌好多了 没有 没有 我上礼拜跟你说现在开始 如果反弹再重挫 你就要小心上面的跌都不叫跌 这一下去 可能会走的有一点久 缓跌才是最可怕的 这个后面DK慢慢来分享 我今天来看贵买还好 刚刚讲了个打钉 好像有成 我们慢慢接下来再看下礼拜 今天礼拜五的祝大家周末一块 好 油威科今天表现一样 跟上礼拜一样精彩 先涨停 然后开高以后跌停 今天开平板以后一度往下刹破月线 想说今天应该又要跌停吧 我心里真的这样想 我就做最坏打算 那有什么关系 做最好准备 结果没有盘中还拉到93.9 又想要嘎一下 对那表示还没嘎完的意思吗 好 最后收盘跌了两块多 没关系 跌两块多没关系 好今天算一个反弹 我说长多架构下不许乱来 这一点是提醒投资朋友 不要在这里面一天到晚都想要做短线 或者在这种形态里面来摸一下空 因为大盘跌 这涨这么多好肥 空下来一定很容易 通常很烫又很辣 DK不是没有做空过 我很会做空 我不做 你会发现当你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太做 连我选择权那么熟 我都拿来做避险而已 好吗 刚那个避险你有看到22500 那一个旅月价 算一下给你 如果跌到1万9 它的价值就是3500 我每天都挂2300 在那边平仓 没有平我就一直不平 这才叫避险 那DK如果上去怎么办 我就让它归零 因为我的股票可以赚 那个是拿来做互相的一个保护 我们俗称保护性脉权 希望你的分析师有教你 甚至有真的单子在里面 他才能感受到最贴切最真实的盘 是包括所谓的隐含波动率 如果没有你要小心 没有叫你换屏网红好不好 来以身KY 操作就是控制错误 控制亏损 从不自以为是 我就算看多依然去杠杆 这个不是多头的物件 这个我一阵子没聊 不代表我没有 来 今天把杠杆拿掉 我第一个成本 第二个成本中间这样 没输没赢甚至小输 没关系 只要我可以不要赚 我说过了 这个线我当初要抱到你弯上来 当初信誓旦旦的说对 但是我不会与天对抗 好吗 不对我就认输 这就是DK带会员也一样 绝不硬拗 如果你有想要硬拗 就会遇到有一天大赔下去都在拗 这是逻辑 这是习惯 好不好 这是你的操作的内涵 这个骗不了人 只要有思考一下就懂 真的耶 是 所以当不对的时候我就拿掉 我重来就可以了 好不好 以胜 政达拿拿拿拿拿 拿拿拿 上礼拜我有讲啊 我真的有拿 一样 你不可以伤害我再下来怎么办 真的再下来 再下来再下来 但是今天很多中小星的股票在年限的附近都收了一个红K 不是翻红 是红K 因为今天开D以后都有挣扎 尤其是在年限的附近 因为开D下来都接近年限 原本都好好的在月限附近嘛 好不好 我说你要控制自己的资金杠杠 我的会员在我的军团里 我当然带的直直细细 该退我就退 该进我就进 我今天都还有进股票 什么因为有墙的 DK是机器人 如果看到不对的我们继续拗 看到对的我们又不买 你知道投资人通常会输在什么 就是刚刚我上面讲的相反的行为 你好好想一想 该买的时候你为什么发呆 你不是说防御 是防御但是你要看物件 有一些物件今天动起来 我就要后面跟大家聊 大盘大风吹 你撞年限要接吗 可以便宜吗便宜 但是如果不对 你必须对你自己负责 没有绝对的事情 任何人都是 包括分析是网红 好不好光环 多头一堆人输钱 这个头大吗 有没有掉到这年限 有没有挣扎 这年限是不是往上 是嘛还在多头轨道嘛 你知道大盘的年限多少吗 我那天有秀出来 我讲出来我怕你不敢听 叫18,886 如果要修正 大盘不能修正到年限吗 哇塞那这样台积电红海要修正到哪 对去想象 做股票要有想象力 但是掉到18,000很低吗 你知道大盘是多少上来的吗 对DK来讲大盘叫做9,800上来的 蛤 是9,800不到5年吗 5年前有破案吗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股灵 有时候一进市场可能就这么高了 可是我要提醒你 你把他的周月拉开来看 没有什么 是什么绝对的事情 好吧新冠肺炎那时候都还有8000多点 冒敌绕了一个圈 买这里什么都没出又掉下来 是的 赚钱便没有赚 还没有赔钱 成本优势就是这样子 可以报这一段 你说操作没有后见之明 你为什么不出这里 我如果我知道会跌到这里 我这里一定会出 我一定不知道 因为我报这里是要看后面 不要后见之明 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放马后炮 抱下来你顶多做防守 我们重来就可以 不然我们 你只要伤害我就退 你没有伤害我 我的期望子都还在 我只是需要时间来换 没有绝对的对焊错祸 一定要稳赚 如果你可以都这样子 那你 我们都在这个点位抓转折就好了 你没有发现做股票怎么那么久了 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 反而变成短线 一转就跑 一输就熬 好 所以我说 你伤害我 我就不行 好 节目尾声 先加入小老鼠DK525 最近这个盘氏不好 稍微退群的人有 几只猫 几个而已 无所谓 喜欢DK的都会在里面 连紧紧的 我知道 我早上写的讯息都很多 前面刚刚有写啊 那个都是肺腑之言 而且从不抄袭跟参考 只有我闻盘的东西 一字一句的打出来 好 今天这个元凌 这个是周线 我就不挑出来 盘中有三千四千多张 平常很少 拉了个红K 涨了六七趴 2019到2014跌超过五年 在大盘创新高的这个时候 挑惊天发动 原理 做什么 做什么 我当然知道啊 就安全气囊有关 气缸瓶的啊 什么温控的 好不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什么 题材 目前目前 后面跟什么有关 不知道 有时候需要一些题材推一把 他就一直出去拉了 我没有讲罗生 我没有讲 沁藤隐汉那些 他们有时候就是推一把 但是你要买在低档 你看看我可以买在哪里附近 好不好 我的DK的股票池 永远都仰着 一眼看过去 在等你 我会操作什么 加入Lite小老鼠DK525 今天是周末 今天下班 还是要注意安全 下大雨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